那么我们不讲第一世 我们讲我们现在这一世 你是怎么来的 你已经经过了很多世到今天的 那么佛经上说 你要重视过去七世父母 就是这一世是第八世 前面有七辈子 七辈子父母都是给你的是DNA 你带着他的DNA走完了人生的立场 这不是我说 这是科学家讲的 科学家讲我们无论男女身上 一半是父亲的DNA 一半是什么 母亲的DNA 所以你过去的七世的父母给你的 都是他们的DNA 你带着他们的DNA 走了一个生命的立场 我们今生又带着今生父母的DNA 要走一个立场 但是我们肉体承载的是今生父母的DNA 我们的灵上面 古灵上面 因为你不是第一世 他七辈子父母离我们的古灵的心最近 所以上面还有第八世 第九世 可能一百世 两百世 几千世 所以佛经说 五十节生死乱回 都会携带的 因为物质不灭 能量受惶 你所有做的善恶 无忌业 都会被你的阿赖耶使携带 所以你的神使是属于阿赖耶使 你的肉体上形成的泡 父母给你的泡 阿赖耶使跟他附着在一块 这个时候 除了你一个生命体上 除了有今生父母的DNA之外 你还有过去无量节 生死轮回中 父母给你的基因 还有你每一世携带的善恶 无忌业 都储存在你的灵 魂 灵这个系统 这叫神识系统 这个在佛法中叫神识系统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是头顶有天 脚下有地 所以是古人说 生命是怎么诞生的 这个刚才是父母 是一对阴阳 天地是一对阴阳 所以是这个天地呢 它就像这个漏中 沙漏一样 这个着重的在下面 轻轻的在上面 天左旋 地右旋 地是从这个左前右后旋 天是从左后右前旋 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那么天左旋 地右旋 碰撞产生的阴阳 生成的光 在中间 就是天地给我们的灵光 所以我们又叫天父地母 有人父人母 有天父地母 还有道父道母 这将来你们慢慢在学习中 这是不同的父母 但是天地给我们的东西 聚在我们的人的身上 这个叫天地人三才 也聚在你的灵上面去 所以我们经常讲天父地母 还有天地间万物的灵 都是天地阴阳碰撞生成的 叫天气下降 地气生生 万物生烟 所以在我们传统圣贤文化中 没有迷信 只有对天地实相的认知 父母给我们的生命实相的认知 不是像大家搞迷信似的 我拜哪个教 我信哪个老师 我搞什么样的迷信活动 不是这个 古代圣贤教育是让你认知 生命实相和宇宙天地间的实相的教育 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生死课程给大家 人死以后的这个课程给大家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基于古代圣贤教育中的实相 也就是千圣万圣 只要是圣贤都在说着同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死后的实相 那么我们人体里面有三魂 刚才说我们有天地的能量进入我们的人体 这个就是三魂 一个是来自天的一个灵光体入在你的身体里面 一个是来自地的灵光体入在你的身体里面 这个叫天魂地魂 再加上你的父母给你的一个魂叫人魂 所以这就是我们体内的刚才说的灵根 灵心 现在讲到的是魂魄 三魂是来自天地和你的父母给你的 你每一世都有一个父母 不管你的父母是哪一道的都有一个父母 有的是化生的 化生的也是有父母的 不是说化生 化生是阴阳做父母的 人是有真正的这个肉身做父母的 我们有胎生 死生 染生 化生 四大种生的方法 但是都有父母 那么化生类的这种是阴阳做父母 我们胎生的就是都有形的 染生都有形的父母 所以这个三魂里面的人魂是父母给你的 然后天魂地魂是天地给你的 这个天魂地魂 它是你这个灵体 你这个灵根开始诞生的有灵心 就是第一世的时候 它就开始入体的 开始入体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古灵魂 古灵魂就是你的魂的天魂地魂永远是一对 你下一世的天魂地魂还是它 OK 只不过是下一世的天魂地魂上染了这一世的东西在上面 懂不懂 但是骨根还是那个东西不是换了一个灵魂 不是换了一个灵魂 只是那个人魂会换掉 这个人魂死了以后在哪里呢 这个叫守时鬼 看在你的尸体上面 附着在你的尸体上面 为什么 这个是父母给他的身体啊 他就认定这个就是他 有的人很顽固以为这个肉身就是自己 是你的人魂的力量很大 你不知道有天 不知道有地 只知道有一个人身 我要为这个身体打工 我要为这个身体活着 给他吃 给他化妆 给他整容 那这种就是人魂的力量特别大 你不知道有天有地啊 有天有地 他就海阔天空的 那种这种人他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烦恼的 为什么 天多大呀 地多大 人多小啊 是不是 你钻牛角尖 钻到人里面 你就会很小 很烦 你很多事情会很烦 因为你小了 你如果把一点事情放在天上面去看 那多大点事啊 人的事情在天上看多大点事啊 放在地球上来看又多大点事啊 说天魂地魂人 这个强的人他是海阔天空的人 不是那种斤斤计较 爱沾牛角尖的人 而这是人的天魂地魂人魂 所以说我们死后呢 要重视对灵骨的保护 就是因为骨头上会附着什么 附着着一个魂 附着着一个魂 就是人魂 那么所以是对这个 我们是有福的人 要找一块地葬下去 叫死有葬身之地 古人诅咒人的时候 骂人的时候 你这个家伙坏透了 我告诉你死无葬身之地 哎呀我们现在没有地啊 所以说我们是有福还是没福之人 没福啊 马来西亚人还可以埋尸 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说我们的福都哪里去了 被你活着的时候都消耗光了 你活着你是可以讲福 死了没福啊 今天可好 又有心发明了 把骨灰撒到海里去 把骨灰撒到树林子里去 搞树葬 搞这个水葬 那你想人魂何处一啊 既然有一个人魂 它是有生命体的 你把它的骨灰撒了 它在哪里呢 你把它撒在树林里 哪一块是它呢 就好像把你弄着大蟹 这个无数块扔在不同的地方 哪个地方是你的皈依处啊 你总不能一块一块的 今天住这一块 明天住那一块 你要有一个完整的躯壳 你才进进出出啊 对不对 活着都不可以这样 死了怎么可以这样 这是什么 这是现代魔鬼的教育 省地啦 然后干净啦 你把海水都污染了 那怎么叫干净啊 对不对 你把土地都用骨灰污染了 那怎么叫干净啊 这是说词而已 我还没用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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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你了 你不可以这样